急身又急降 靠战术 躲雷达 马航MH370失踪超过一个礼拜了 最新证据显示是在印度洋上空失踪 凸显该区空域雷达监控漏洞百出 美国广播公司引述美国执法官员指出 马航班机在失踪前曾经做出战术性回避动作 纽约时报则指出 根据美国军事雷达记录 该班机折返飞越马来半岛时 飞行高度一度爬升到4万5千英尺 又急降到2万3千英尺 分析师表示 这次班机失踪地点附近的国家 很多都碍于费用太高 没有前天后开启雷达 即使军方雷达也会在不用的时候关掉 或是直接忽视民航机 目前已知班机最后消失在印度洋安曼达海上空 印度军方在当地有许多雷达站 却表示没有侦测到这架飞机 路透根据知情人士指出 印度军方雷达没有全天运作 是因为太贵了 印度监视最密集的是巴基斯坦边境 安达曼海这里非常平静 尤其在晚上 MH370班机在起飞不到一小时内 就关掉向雷达表明身份的巡达器 代表它在飞越马来半岛上空时 等于入侵领空的不明飞行物 马国空军没有马上查明 也没拦截 显示空房很散漫 东新闻综合报道 词乱达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